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召唤两位奥特曼 水晶召唤出来了奥特曼和怪兽 他们要来进行大作战了 三重投标形态对怪兽发动了进攻 哇 一拳就把怪兽打倒了 这时候怪兽又降了起来 他发动头上的尖刺攻击 哇哦 他还甩动长长的尾巴攻击奥特曼 幸好奥特曼都躲过了 哼 三重投标 种种的一摔 把怪兽摔倒了 怪兽说 好强大的奥特曼啊 怪兽被封印到了水晶里面 三重投标把怪兽水晶带回去了 走到半路 这是什么 好长的尾巴呀 哦 不好了 三重投标说 好强大的力量 太可怕了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怪兽 他有长长的尾巴 还有两个大大的翅膀 看起来好厉害呀 他把刚才被封印的怪兽 召唤出来了 这时候 杰克奥特曼赶了过来 你没事吧 让我来帮帮你 三重投标 在杰克的帮助下 恢复了能量 他们要一起来对付怪兽 可恶的怪兽 看我们的奥特曼拳击 这个时候 巨大的龙怪兽又飞了过来 他说 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 看我的 哇哦 太可怕了 龙怪兽的尾巴 把两位奥特曼都摔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 赛罗奥特曼赶了过来 他发现两位伤得很严重的奥特曼 他说 我要借用杰克奥特曼的力量 赛罗和杰克融合变成了飓风形态 飓风形态又来发动他的图标攻击 发动终极射线 龙属性的怪兽终于被打败了 被封印到了水晶里面 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奥特曼和怪兽水晶 这次的怪兽是不是很强大呢 那你们最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